音樂 我的門診病人常常就有一種誤解 就是認為脂肪肝是一種良性的疾病 很多人都有 對身體是沒什麼影響的 但實際上這是一個錯誤的概念 脂肪肝是一種多系統的疾病 它是由於身體的胰島素的抗性比較高 才導致一種疾病 這種疾島素抗性除了造成你脂肪肝以外 它會帶給你像糖尿病的風險會增加 當你有脂肪肝的時候 你罹患糖尿病的風險就會增加5倍了 另外有了糖尿病以外 你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風險也會增加 而由於心血管疾病導致了急性心肌梗塞 腦血管病變 腦中風的死亡率都會提高 最後脂肪肝被研究發現 其實會造成身體中很多癌症增加 除了肝癌以外 我們常見的食道癌胃癌大腸癌 甚至是女性的乳癌 跟男性的腎臟細胞癌 都會因為你罹患脂肪肝而比例上升 所以大家不要有錯誤的觀念 以為脂肪肝是一種良性疾病 實際上它對身體的影響 是非常長遠而且廣泛的 在台灣人最常見得到脂肪肝的原因 還是跟飲食還有生活習慣是有關係的 我們台灣的生活型態 假如缺乏運動 你長時間坐辦公室的上班族 或者你本身的飲食習慣是 屬於喜歡攝取高油脂 高熱量 高膽固醇的飲食 還有你假如很喜歡喝手搖飲料店的飲料 你的飲食中會產生高量的果糖的攝取 在這種狀況下 你缺乏運動又攝取的熱量跟果糖 就容易造成你身體有中廣型肥胖 這樣的人還有民眾 常常是脂肪肝的高危險群 我們要遠離脂肪肝 我建議還是要從飲食還有運動來著手 我們要培養一個規律的運動習慣 根據我們一般的建議 一週會建議運動至少5天 每天至少30分鐘 這是一個比較好的運動方式 第二個飲食方面我建議你 第一個你要攝取足夠的維生素B群 有哪些飲食含有呢 我建議像全骨類的飲食還有糙米飯 這些是富含維生素B群 可以幫助肝臟代謝 第二個應該補充優質的蛋白質 像這個我們可以選擇白肉 魚肉 雞肉 或者瘦豬肉 都是一個好的蛋白質來源 第三個我們應該要多攝取抗氧化的蔬果 我們應該遵守一天有彩虹五蔬果的原則 一天要吃至少三種到五種不同顏色的蔬果 蔬果裡含有大量的質化素 可以提供身體一個抗氧化物質 可以讓脂肪肝產生的氧化壓力被抵消 那我個人會推薦十字花科的 比方說像花椰菜 大白菜都是一個很好的抗氧化的蔬果 那我會建議你啊 平常多攝取一些和這個 這個C 或者像牛黃酸這些微量元素 以及必須胺基酸的食物 像我們食物中的魚貝類 牡蠣 蛤蠣 還有秋刀魚 都是含有C 和牛黃酸很多的一種食物 那平常你可以多攝取這些食物 可以幫助提升肝臟的解毒能力 讓你遠離脂肪肝的傷害喔 如果喜歡早安健康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喔 還要記得去按鈴鐺才會接收到我們的通知喔